谈谈国售2628,今年以来都强 这个投资者是15.3有两手 他说上网可以去到多少呢?如何处理好呢? Joy来的 都是等回家乡的 我觉得其实之前持有一段时间 或者高位有货的 你没有什么可以做的 我们觉得你之前不止蝕 这一刻你也是想着捱到这一刻 但其实2628这段时间 或者很多保险库 其实不是业绩特别飙青 纯粹也是市场上只看市盈率 只看股息率上 就算人秀的业绩多差也好 它都有一个稳定的派息状况 那股值下去 其实你持有15元可能你持有一段时间 但其实有差不多股灵都知道 国售这股份这十几年来有多大的破坏威力在 股价是跌了很多很多下来 所以落到这一刻这个股价水平 为什么资金愿意去追 原因就是说你买来收息 都还可以收到大约是5-6厘的股息率 所以现在的资金就愿意去追 你追到什么时候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就是 既然开了这么久的时间 没必要突然想去下车 你要下车之前一早下车 相反地这些位置 你如果要再定一个指涉位 不想再坐那么久的时候 那想一下为什么之前又可以坐那么久 我觉得纯粹你说的 如果从追加的估策略上去看的话 你就拿回50天线的位置 来做一个指涉位 但是不穿的话 其实开了这么久 我们都觉得是继续持住的 我不会特别觉得是飙青 但是的确不排除有机会回家 甚至就升多一点的 没理由捱过最短一段时间 现在的资金去追 又突然想要下车 所以说暂时来说 这些股份 其实特别对于 一些开了很久的投资者来说 开了这一两年左右 你也是局错为余的 你短线近期追了 反而是会想吃户的 但是如果从中长线角度上看回 简单一点的角度就是说 都开了很久 继续开迷船